Yo 大家好 我是Levaloo 今次這條影片是為了推薦產品給大家的 就是這個 iHelmet激光身髮頭盔 可能你們會說 這個只是廣告 你這麼多頭髮哪用 那你就錯了 在香港這麼大壓力的地方 脫髮的問題其實是很普遍的 就像我這樣 一夜瘋到 整一分又不定時 食又不定時 再加上我經常染髮 脫髮的問題的確確是嚴重了 而且我已經不是十八二十二了 新陳代謝的速度沒有那麼快 脫髮的速度比生髮更快 所以我預期它嚴重之前 就要解決它 就是 用這個頭盔 主要的原理就是 用低能量的激光去穿透你的頭皮 去到髮根 加速你的細胞分裂 修補和活化你的毛絡 修補你的頭髮生長 簡單來說 就是你給它多一點養分 那我頭髮就長得好一點 如果不夠養的 那就可以了 這個頭盔 就有三個不同的款式 有三十六 八十八 和一百六十燈 大家都可以隨著你 不同的脫髮程度 去選擇你想要的頭盔 我自己就用這個三十六燈 雖然它的照射程度 是不太密集 但是 以我保養來說 其實已經足夠了 那我自己就用了兩個月左右 那其實 頭髮健康的情況 是有明顯改善 而頭盔的尺寸也很適合我 剛剛好 其實 就算 女生的頭小一點 都不用擔心 因為它有這些小配件 那其實 什麼人都適合戴 美國的FDA CE和CFDA的認證 就過了 不需要擔心不安全和無效 最重要是什麼 一定要勤力點用 不要嫌麻煩 那就像我們身體一樣 不要病才來看醫生吃藥 夠營養 夠抵抗力的 那就不會病了 那至於用法 其實就非常之簡單 你按著它 I have it I have it 告訴你 你可以戴上頭 戴上頭 戴上頭 它就會告訴你 已經開始了 那你看到嗎 在著燈 那你每次用都是30分鐘左右 那你不用擔心 它的光是會照到你的 一拿起 它就會pause了 它那個光就會自動關掉 那你再戴上 它又再開始 對 又再告訴你 所以它的安全程度是很高的 那你差一次 就是可以用到兩至三次 給這個預防脫髮呢 其實就一個禮拜 用一至兩次左右就可以 就OK 就像是給保養一樣 如果你是想給生化 活法那些 那些就勤力點 介入帶 那每次都是30分鐘 是非常之方便 還有簡單易用的 那這個頭盔對比同類型的產品來說 其實就非常之親民的 那方便程度又高 插完臉之後 你就可以周圍移動 那我平時的做事 啊彈結他 唱歌啊 寫歌那些都沒有問題的 我都是照樣周屋走 其實很方便 那聽人說 有坊間有些叫做什麼生化梳那些 那些呢 一路一直梳梳梳梳 不知道梳多久那些 其實說真的 你聽到都不想用啦 買了回去 你梳幾下又不梳 其實還浪費錢 那脫髮和中年發福呢 已經成為了不少男士 都會面對的問題 那既然現在有一個便宜 正的方法呢 其實大家都真的可以試一試 頭髮就跟蹤我們一輩 我們要好好地吃信保養它 知不知道啊 都是那句啦 預防性V治療 做得好呢 其實隨時都幫我們 省下不少直發錢 那今天講到這裡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連結就自己按了 拜拜